经济谈判遥遥无期 但双方商定的苏军撤出东北的日期已过 这样苏联在外交上就处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地位 其次是东北问题受到国际社会 特别是美国的极大关注 当美国政府得知中苏关于经济合作谈判的情况后 于2月9日正式向中苏两国政府发出召会 声称中苏商讨的对共同经营中国东北工矿业 违反了门户开放的政策 英国也表示支持美国这一立场 来华进行国共关系调处的马歇尔 此时则鼓励中国政府顶住苏联的压力 对战利品和经济合作问题不给予任何承诺 他对外交部长王世杰说 时间对苏联是不利的 因为他的军队留住满洲月酒 他在全世界人们的眼中 就越清楚地成为中苏条约的存心破坏者 2月13日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又给王世杰发电 提出苏联对东北的经济要求 如果涉及赔偿问题 应由远东委员会来解决 这样中苏间经济合作问题 就将被提到国际外交舞台上 苏联则将卷入于美 应进行直接较量的境地 同时 与此有密切相关的苏联撤军问题 也已经发展成为国际问题 这就迫使苏联不得不做出最后抉择 再次是当时中国国内出现的反苏情绪 也迫使苏联不得不做出从东北撤军的决定 1946年2月11日 为了迫使苏联尽早撤军 美英两国发表了关于远东问题的 亚尔塔秘密协定的权文 不久 报上又刊登出苏联对东北的经济要求 以及苏军终止撤军的情况 这些消息的披露激起了中国舆论的极大愤慨 重庆 长春 南京等大城市连续发生大规模反苏示威游行 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 蒋介石利用这一形式发表了较为强硬的声明 重申中国政府对满洲享有完整的主权 与此同时1946年1月16日发生的 国民党负责东北接收的技术人员张申夫 遇害事件也被国民党报纸利用 在国民中掀起了强烈的反苏情绪 在这种局面下 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东北是势在必行了 然而斯大林又绝不甘心 舍弃苏联在东北的即将得到的经济利益 特别是不能让美国利用苏联撤军后的局面 在东北立足 斯大林虽在公开场合表示理解美国的门户开放 但却深深怀疑这个政策具有扩张性 他曾警告中国政府说 门户开放政策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因而国民政府在开放门户的同时 还应做好关闭门户的准备 1946年初 当美国特使魏德迈宣布 要帮助杜玉明把大部队运往东北时 马利诺夫斯基便对张家敖明确表示 苏联一贯不愿意看到美国的政治势力通过美元渗入东北 张家敖认为 在今天美国人进一步表示出 在东北扶植中国军事力量的意图后 苏联人的疑虑和嫉妒之心必定要增加了 苏联对于美国军队出现在东北的问题更加担忧 斯大林在1945年12月30日接见蒋经国时就明确指出 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国军队进入满洲 因为这是苏联的范围 无论美国英国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进入满洲 现在苏联既不能通过军事占领 又无法利用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 限制美国势力向东北的渗透 于是只能再次修改政策 依靠援助和支持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一些地区 如沈阳和四平等大城市 苏联采取突然撤退的做法 以便使中共军队可以承虚而入 1946年3月8日 苏联军队的代表正式通知中共东北局 红军将撤出辅顺 吉林和沈阳等地区 红军不会把这些地区交给国民党 中共可以自由采取行动 果然 3月9日 苏联驻沈阳军事占领当局 出乎意料的突然接到在两日内撤离沈阳的命令 这一决定连沈阳卫务司令斯坦克为起 都感到莫名其妙 在另外一些地区 如中东路和南满路以外地区 苏联占领当局则直接交给中共军队接管 苏军在即将撤离时 还建议中共可在长春路放手大打 并表示支持中共在苏联撤出后夺取长春 哈尔滨和齐齐哈尔 与此同时 苏联军事当局 还应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司令员肖进光 和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韩光的要求 把缴获的近50车厢的日本武器转交给中共军队 并通过朝鲜的清津港 经对马海峡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20台货运机车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对东北的战略也进行了重大调整 但此时中共已经不是完全依据苏联政策的改变而进行战略调整了 中共领导人对于1946年初东北问题国际背景的复杂性 是有充分认识的 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 蒋介石一面要求苏军暂缓自东北撤军 一面要求美方加大海运能力 加速运送约25万人的正规军进入东北 占领了沈阳以及安山、银口等城市 全力利用关内停战的机会在关外大举进攻 力图消灭中共军队 或把他们压缩到屁远山区处于不利地位 再通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 刘少奇在3月5日给东北局命令中说 苏联想在满洲进行经济上的合作 但到目前为止美奖予以拒绝 甚至还煽动起全国性的反苏运动 对此做出的反应是 红军推迟了其撤离计划 刘少奇说 当苏联与美奖在满洲进行斗争的时候 中共与国民党达成妥协是不可能的 由于国民党的反苏运动 苏联在满洲的红军可能会更愿意帮助中共 因此 东北局应利用这一行事 立即与苏军联系 并将商议结果报中央 鉴于以往的教训 中共中央告诫东北局务必要交涉清楚 因为将来苏联在经济合作问题解决时 可能再对讲表示好感 当然利用苏联撤军占据战略要地 对于中共在东北的发展 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 甚至考虑到即使苏联不支持 也要抓住有利时机 做好占领东北的军事准备 3月15日 毛泽东致电正在与国民党 进行谈判的周恩来 指出 哈尔滨绝不能让国民党驻兵 辅顺及引口要力争双方不驻兵 并特别强调 重庆苏联有人态度过于软弱 他们的话不要全听 3月16日的电报又说 若无政治上 军事上 地盘上之交换条件 并同时解决 我绝不让出地方 在强调 对于重庆谈判暂不让步的同时 中共中央命令其在东北的军队 迅速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 3月24日 毛泽东指示 东北局我党的方针 适用全力控制 长哈两市及中东权限 不惜任何牺牲 反对蒋军占领长哈及中东路 要东北局速与苏联占领当局联系 允许由我方派兵 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权限 动员权力 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 如完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 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我南满主力 就县地坚决歼灭 向辽阳、福顺等处进攻之敌 3月25日又电告 在东北实际停战前 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 保卫战略要地 特别是保卫北满 对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 必须在苏军撤退后 一二日内控制之 以免停战小组到达后 交给国民党占领 这样 在苏联军队撤出东北时 中共军队成苏军 已从长春铁路撤军 而国民党军队 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 及时地进入或夺取了 南满许多拥有坚实的工业基础的城市 如安东、本西、辽阳、海城、福顺和通化 并在三月中旬攻占了四平 四月中 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 歼灭了被国民党政府利用的维满军和土匪武装三万余人 至此 长春铁路的开源以北段 已全部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 在这种背靠北满 依托内线的有利战略态势下 毛泽东甚至决心在战略要地 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主力决战 他在4月19日至重庆中共代表团的电报中 提出了寸土必争 绝不退让的口号 又在4月20日至东北局和林彪的电报中 提出了准备把长春变成马德里的方针 尽管此期 中共在东北问题上的战略 并不是完全依据斯大林的政策制定的 但与苏联的支持和鼓励 显然也有密切关系 这种客观上的政策性吻合 使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了 中共当时的军事实力 做出了与国民党军队在战略地区 进行决战的不合时宜的决定 1946年年中 在四平街与国民党军队 进行主力决战的现实结果是 林彪的部队损失惨重而败退 这使中共领导人意识到 我们虽已得到长 哈两个大城市 但乡村及中小城市工作 仍是低位的 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 尽可能推迟 我军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 脱离并远离敌人 争取时间修整补充 恢复元气 我党需准备长期斗争 苏联军队撤出中国以后 苏联与中共关系的互动条件 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 苏军撤退之前 苏联直接凭借百万大军 占据东北的军事优势 争夺在远东的战略利益 而中共极其军事力量的存在 不过是斯大林与国民党政府 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 并不十分重要的筹码 苏军撤退之后 在苏联对华政策中 唯一能够牵制国民党政府 对苏政策以及美国在华势力 发展的因素就是中共 而且随着中共军事力量的日益强大 这一因素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地位 也越来越重要 1946年底 苏联贸易机构公开与 东北人民民主行政委员会 建立经济关系 并向东北解放区提供经济援助 这反映了苏联在对华政策上 开始出现的转轨迹象 然而 这并不表明 苏联在其军队撤出中国领土后的 对华政策 就是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 一方面 斯大林要保持与中共的联系 并通过援助 加强中共的力量 以起到对美奖的牵制作用 另一方面 苏联仍然希望在亚洲维持亚尔塔体系 保证中苏条约已经承认的 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权益 这当然需要保持 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正常化 而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 特别是苏联拒绝了马歇尔计划 并挑起柏林危机以后 欧洲的紧张局势迫使斯大林 在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 与美国对抗的同时 在东方继续保持一种相对缓和的局面 这就决定了 苏联不情愿 也不会全力支持和援助 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方针 这一时期 中共对苏联的政策也有两重性 毛泽东决心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 中国革命事业的道路 苏联军队撤离东北 更坚定了中共要依靠自己的力量 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念 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同时尽管毛泽东的决策 不以斯大林的意志为转移 但他认识到只有苏联 才可能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 所以必须承认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苏军撤退以后 中共不仅继续保持着与莫斯科的联系 甚至越来越频繁地 向斯大林请示报告 以此来争取苏联的理解 支持和帮助 因此 如果说战后初期 中共的发展战略 大体上是依苏联 在亚洲政策的变化而改变的话 那么1946年下半年 直至1948年底 苏联与中共的关系 则呈现出一种更加微妙 更加复杂的现象 中国内战全面爆发以后 苏联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 是与美国一致的 即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和 并特别强调 由苏联参与和谈 从而加强莫斯科 在解决中国问题上的地位 并以此制约美国 因此 莫斯科一面抨击 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一面又向美国表示 苏联仍有意 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 1946年12月 斯大林告诉罗斯福的儿子说 苏联在远东问题上 愿意实行和美国共同的政策 莫洛托夫在1947年4月初 给马歇尔的一封信表明 斯大林所谓的共同的政策 就是指1945年12月 三国外长会议 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苏联政府在其对华关系上 过去和现在一直坚持 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政策 在东北 苏联政府一方面扶植和援助 在北满的中共政权 并暗中支持 在苏联占领区大连和屡顺的共产党人 一方面又通过军事占领当局 几次邀请国民党派遣谈判团到屡顺来 还于1947年4月 同国民党就海军基地的北部边界问题 进行过不止一次的谈判 并且在1947年6月 接待了由南京派来的国民党高层代表团 1947年下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转入了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这种结果显然不利于苏联确定的 稳定亚洲局势的方针 因此 苏联对华政策的重点 即转变为促进国共和平谈判 1947年10月 苏联驻伊朗大使萨齐科夫 塞齐卡夫 向中国驻德黑兰大使郑一同提出了 苏联出面进行调停以 结束中国内战的建议 苏联大使竭力要让中国政府相信 苏美关系的倒退 并不同样要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 萨齐科夫大使称 苏联理解以孙中山思想为基础的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 并指出 苏联和中国共同的敌人 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 苏联认为 美国有关对日合约的政策 是与苏联和中国的利益相悖的 萨齐科夫建议苏中就新疆 满洲和国共冲突问题举行会谈 据1948年2月至3月间 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志国务卿的电报说 苏联驻华五官罗申在1月回国之前 就提出了苏联在中国进行调除的问题 国民党情报人员截获的一份 莫斯科给南京苏联大使馆的电报说 要努力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做出某种安排 并表示苏联有可能出面进行调除 因此 罗申在向张志忠辞行时表示 苏联愿意安排与共产党的和平谈判 不久 罗申返回中国 并升任驻华大使斯图雷登认为 这可能意味着苏联准备进行调除 尽管中国人同意对罗申的任命 未必意味着中国政府打算立刻寻求苏联的调除 但是 我们觉得 这也许是可取的办法 如果中国政府确信他在满洲的军事地位 已没有指望的话 理由是我们同意莫斯科的提法 他们认为 这种调解是与苏联的基本目标相一致的 美国大使还倾向于认为 从中国政府的立场看 苏联的调解在很久以前就是必要的 甚至是值得向往的 从美国的立场看 任何苏联介入中国形势的打算 都是有目的的 这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 我们可以预见 苏联调解可能造成的形势 也许对我们有利 罗申自1948年2月22日回到中国后 直到1949年初 不断为调停 而与国民党高级官员保持接触 1948年6月 罗申向国民党国防部官员提议 进行防止中苏之间出现冷战的会谈 他建议共同努力 寻求中苏在有关对日合约中的共同立场 他承诺将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增加对国民党的商业贷款 设立能使双方受贿的 关于在中苏边界共同开发经济的项目 罗申称 苏联愿意在中国广泛投资 以抵制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 从而使中国像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那样实现工业化 罗申说 只要中国人采纳他的建议 中苏关系中的尖锐问题将很容易得到解决 但如果中国人不同意接受他的建议 苏联可能被迫沿中苏边界建立缓冲区 以保卫苏联国家的安全利益 是年8月 罗申与王世杰会晤时 又重申苏联希望调解国共冲突 和向国民党提供物质援助 会谈记录还证实 蒋介石已同意接受斯大林的邀请于 当年9月访问莫斯科 罗申承认他是中间人 并与蒋经国一起安排了这次访问 罗申在与国民党官员接触时还提出 苏联人之所以对调停中国内战感兴趣 是因为他们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 苏联大使甚至直接向美国大使馆提出呼吁 以取得对其调停努力的支持 有材料说 罗申的调停努力在国民党官员中间 获得了某些成功 如果说此时斯大林的目标 与美国对华政策倾向一致的话 那么显然与中共的愿望则是背道而驰的 到1946年初 毛泽东已经意识到 延安与莫斯科的根本方针是不同的 苏联在亚洲需要的是妥协 而中共只有通过斗争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于是毛泽东在1946年4月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 即美苏两国之间寻求妥协 并不要求各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内斗争中跟着妥协 相反各国人民可以而且必须同本国的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而美苏妥协的实现只能是各国人民斗争的结果 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中国革命独立发展的道路问题 面对苏美之间实行妥协与合作的国际局势 中国共产党则要为自己的理想起来奋斗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毛泽东此时十分强调中共在东北应提倡自力更生 准备持久战争 他告诉即将去苏联治病的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戎环 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 勿向苏方提出过高与过多要求 而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 不能向苏方做任何要求 毛泽东在同年8月 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 又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 他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包括欧、亚、 非三州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在内的广阔地带 因此战后国际政治的中心不是美苏之争 而首先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 美国在没有征服中间地带以前 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其结论是各国人民只有通过斗争 而不是妥协才能战胜美国反动派 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 才能保卫苏联 张百佳在研究中注意到 斯特朗是1947年4月才将毛泽东的谈话发表的 事实上 这一观点陆定一在1947年1月2日发表的署名文章 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中便已经披露出来 张文认为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来看 中间地带的提出具有三个重要意义 第一 他对各种国际政治势力做了独具特色的划分 指明了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实际地位 第二 他明确了现阶段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 为战后时期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 第三 在中间地带的概念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即中共与苏联在国际范围内所进行的斗争 有紧密联系的一面 这必然要求双方互相配合 但双方所进行的斗争 在性质和内容上又有互相区别的一面 这又意味着双方必须根据各自的情况 采取不同的斗争形式和策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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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